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在這上面做一個表單 就剛剛各位看到的 這個類似像這樣一個表單 那我要怎麼做 接下來看一下有關那個表單的設計 那第一步我會先把這個表單先做出來 一先畫表這個表單怎麼設計 二再去設計它的功能 按新增自動幫我資料填上去 OK 那可是第三呢 就是你填上去可能它亂填 你還是會填進去 所以第三是防呆 先做介面畫面先畫好 第二個寫程式 第三個防呆 防呆其實就做邏輯判斷 大概就這樣而已 三個步驟 那我們第一個先來設計這個畫面 那這個畫面怎麼做 一一樣先在我們的Visual Basic裡面 切過來 找到開發人Visual Basic 一 第二個的話呢 找到你的那個專案 我們的專案是這一個 我的專案是這一個 然後呢 之前呢我們是有加模組 不過今天在右鍵 記得插入什麼呢 特別注意 剛好在模組的上面 會有一個叫制定錶單 其實要做錶單 就要先從這邊開始 OK 所以呢我先 插入一個錶單 那做錶單的那個畫面 大概要遵循幾個原則吧 一就是我基本上這個錶單的設計是由外而內 第二個由左到右 反正先把外面先搞定 再往裡面 再來就是 由左到右 分別把它做出來 所以呢請待會 各位參考一下這個畫面 大概就是做出來 類似長這樣 成績系統 然後有四個文字方塊 前面這個叫標籤 這個標籤只是 讓使用者知道說 它後面要填什麼 前面這個東西只是裝飾的 它沒有太大作用 最後加一個按鈕 所以我們會需要學會的 第一個就是 工具箱裡面 標籤在這裡 文字方塊在這裡 命令按鈕在這裡 所以待會 在那個工具箱裡面 你只會用到三個功能 這三個而已 這個叫標籤 放這裡 文字方塊在這裡 OK 然後呢 命令按鈕放這裡 就分別把它畫出來 有點像小畫家一樣 你就把它按照那個 需要的畫面把它拉出來 這個大小 多大多小 有時候你自己決定一下 反正接近就可以 因為這東西其實 不一定沒有什麼的標準答案 你只要看瞬影就好了 你也不要顏色太奇怪 字太小 大概就OK了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先按右鍵 插入自訂表單 第二個的話 先從外面 外框我希望這邊叫成績系統 所以成績系統 這幾個字怎麼改 請各位找到它的Caption 下方一定會有個屬性 面板 如果你屬性面板不見的話 記得從 檢視裡面找到那個屬性視窗 如果你要修改這個 它在哪裡 在這個 叫Caption 那你就是把這個名稱稍微改一下 比如說我把它改成什麼 成績系統 你就打幾個字 成績系統 然後 按 enter 你會發現 輸入完之後 這邊有沒有 更改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這個表單的名稱 叫做Home 我習慣這邊改一下 所以你這邊的話 直接輸入Home Enter OK 你會發現 第二個 它的名稱 叫做Home 那這個Home 以後是程式裡面呼叫它的時候 就叫Home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啟動 叫Home.show 就可以了 Home 就是它 點show 這個名稱要改 OK 第二個 第三個改哪裡呢 顏色 比如說我剛剛希望底色改成 那個淺綠色的話 那其實顧名思義 底色有沒有 屬性名稱嘛 這邊不是有個差別嗎 Back color Back color不就是 背後的顏色嗎 沒錯 所以如果你要更改背後的顏色 請你把 系統配色改成調色盤 改成淺綠色的 OK 好第一步我們完成了 由外 外面OK 外面只有做三個動作 就是Caption Name 跟Back color 三個地方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裡面要該放什麼呢 放三個部分 標籤 文字方塊 按鈕 那由左到右 分別把它列出 那不過呢 做標籤怎麼做呢 1 點選這個標籤 拖拉一下 那特別注意喔 拖拉完之後大小有你決定啦 然後 但是會有第一個問題 字太小怎麼辦 字太小請你找到Font 有沒有 新性名題這邊 按一下那個 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特別注意喔 關鍵在這裡喔 就是一個小小的按鈕 它才會跳出字的大小 1 請你把字的大小呢 改成大概16好了 OK 按確定 2 2的話呢 把裡面的字改成姓名 Caption 改成什麼姓名 Enter OK 那第三的話呢 字的顏色要不要變更 當然你自己決定啦 如果你覺得原來顏色 已經OK的話 那你就不去更改了 如果說希望 顏色好像感覺跟底色有點太接近了 那我乾脆改一個顏色 那特別是要改前景顏色叫 F開頭的 Fall color Fall color就是指的是前景顏色 比如說我希望呢 改成紅色的話 假設 紅色 有沒有 那底色的話呢 就一樣Bed color 如果我希望改成一個叫 淺灰色的好了 類似像這樣子 OK 好 那當然可能問的最多的是 同學會說 老師那這個字可不可以自中 能不能自中 可以 在哪裡呢 請你找一下屬性 其實 可不可以做看屬性最準 裡面有 就可以 如果裡面沒有 那當然就不行 那我就找一下 有沒有一個 很像是自中的一個屬性名稱呢 用拆的應該也可以拆得出來 哪一個呢 TES ALINE 這個TES文字 ALINE就對齊 TESALINE 它怎麼樣 預設是LATS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改成CENTER不就好了 就自中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屬性的意思 就是針對目前你看到的這個 這個元件 去做什麼 做一些外觀啊 還有相關的狀態的一些 變化而已 所以屬性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 OK 那另外當然底下還有 總共會有四個吧 我的習慣是 但是喔 因為如果你還要再做一遍 很浪費時間 所以怎麼樣 把它複製貼上 當然你Ctrl C Ctrl V 很麻煩 我前面有用過一招 有沒有 Ctrl鍵按住 拖拉 兩個 三個 四個 有沒有 這樣都OK了 但是喔 上面的名稱 你就自己再去改什麼 改那個Caption就可以了 有沒有 姓名改成 什麼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叫答案考核 那我把它複製一下 記得取消喔 如果你沒取消 切不過來 那就把這個名稱呢 改成什麼 答案考核 Enter 好這個OK了 下面兩個都一樣 那不過有一種情況 特別說拖拉的時候 你就距離拉一下 但有一種一種可能性就是 你可能拉到Y7扭8 怎麼辦呢 當然你不用慢慢調整 一個比較快的方法 把它全部選起來 在格式裡面喔 有個什麼 對齊 它就排頭為準 最上面那個 先選到是白色 端點喔 然後呢就主控項 主控項的話呢 對齊它的什麼呢 左圓 OK 靠左對齊 有沒有發現 那再來第二個 它的什麼呢 間距 不OK 就算小學生 要他們排整機 手伸出來 抵到前面的 就夠OK了 每一個人 那你可以什麼 格式裡面的話 有沒有 垂直間距 設為相等 就OK了 好你會發現喔 做出來就整整齊齊了 所以拉 歪了沒有關係啦 你記得上面有個格式 對齊跟間距 可以調一下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利用什麼 文字方塊 這邊拉一下 一個框框 一樣啦 把它Ctrl鍵按住 兩個 三個 四個 如果間距不OK啦 因為我這做很多次了 所以其實蠻準 基本上 好像還OK 對齊 靠左圓 其實如果準的話 就不用再調了 最後的話呢 在旁邊怎麼樣 再拉一個什麼呢 命令按鈕 叫做新增 一樣啦 改一下Caption 其實改法跟Label差不多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改完之後的話 你可以全部選起來 再一次移動一下 看你要怎麼移 然後把框框再移一下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一個表單了 你最後喔 記得上面有個執行 你把它執行起來 表單就秀出來了 就這樣而已啦 其實以後我要做一個表單 我覺得並不困難 如果快的話喔 做習慣了三五分鐘就做一個表單了